大家好 我是成功 今天主题 烟乎股份 干分离业 称光文具 投资复盘及未来展望 一 先看结果 二 再看逻辑 三 教给大家补育的方法 这才是重点 好 烟乎股份 叙事待发 量价其身 干分离业 止跌出现 起涨 看量 称光文具 止跌反弹 回踩建仓 按理股仅供学习不够成投资建议 今天全是干货 咱们要认诊听完 好 我们打开看一下 烟乎股份 从量价我们去看的话 基本还是分 上涨的时候量是放大的 回踩的时候是缩量的 所以从我个人倾向于 相上突破的概率比较大 因为它刚好到达是一个压力位 那很显然 这个压力位能不能突破呢 今天就看量了 只要是这个量给力 今天上的概率比较大 那如果说我直接来一个 跳空高开去突破呢 跳空高开 只要高开的幅度在3%以内 是可以在第一时间去进行观 那么为什么我 预判它往上的概率比较大呢 好 我们看一下 另外一个品种 我给到大家的都是逻辑 咱们不够成投资建议 柯大制造 它又涨停了 这个股是非常活摇的一个股票 那从消息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埃富士里边也可以看到了 内部点评 柯大制造 持有蓝科里 也是49点多的股权 而柯大制造呢 其实它就有三块的业务 它的主要是 非洲建材业务和建材机械业务 以及锂电池的战略投资 那么我们看到 锂电池的战略投资 它占到了它48.58% 投资收益呢 3.27亿 实际上对它的业绩贡献多大呢 我们看三基报的业绩 三基报业绩呢 它是7.59个亿 那么也就是说 兰克里业对它的贡献 是将近于50%了 这个贡献值还是蛮大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烟壶股份 那么烟壶股份呢 实际上估值相对要低一点 它的净利润三基报是37个亿 所以很显然 那么对于兰克里业呢 对它的贡献值 也就是4个亿 多当4个亿左右的一个贡献值啊 因为它占50%的股份嘛 它还有假肥这样一个赌营业务 所以总体我们如果看它的业绩增长 我们看一下它的财务报表 可以看到 还是非常稳健的 从它复牌上市以来 而且我们看到它的负债率啊 也出现明显的降低啊 盈利稳健增长 负债率明显降低 而且资金的辉流啊 就是它的盈利质量还是比较好的 你看 这个现金流还是可以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盈利增长吧 从盈利能力呢 我们也看到了啊 它的毛利率持续的提升 所以净利率也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提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总资产报酬率在19% 那么也就是说 59%左右的负债率给股东带来的是权益的增加呀 所以净资产加圈净资产收益率又达到了61%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我的盈利能力 我的资产报酬率是19% 我给银行的利息也就5%了嘛 甚至可能都不到 那么这个价差给股东带来的就是权益的增加 这叫财务杠杆 所以对于盈利能力强的一些企业 适当的该债务杠杆去加大 那么对于公司的利润的增长是有好处的啊 从基本里面看的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 因为它刚刚上市啊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它的股东户数 因为它这个股东户数 它重新上市以后 咱们就不看了啊 其他方面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因为这是一只老股票的 之前咱们解读过 所以呢 今天就看量子 个人看的是网上的概率比较大一点 我把逻辑给到大家 咱们不做这个作主的推荐 好 我们看第二个干分理液 那么干分理液呢 都是属于烟壶体力的龙头啊 这两个都是烟壶体力概念 从节奏我们去看呢 它属于这样一个节奏啊 你看这个规律性还是蛮强的啊 每一次出现主力趋势量啊 就是咱们智能量头的起涨标准以后 它还都能涨一涨 这是又出现了 那么从节奏我们去看 它基本走这样一个模型 涨回测一下 再涨再回测 再涨再涨再回测 既然涨是要放量 回测要缩量 量是最好的一种量价配合的一个模型 所以今天的看量其实是很清晰的啊 只要你给量 那么它上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个人也是倾向于上的概率比较大 所以啊 成功给到大家的观点呢 都是超前的 绝对不做往后跑 因为呢 我在私募做这个量化投资模型的研究 把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模型呢 哎 共享给大家 希望咱们学员朋友呢 呃 在啊 股票投资的过程中 有一些参考 有一个锚定就可以了 那核心逻辑呢 就是小亏大赚加高概率 比如说这块啊 我们建仓了 哎 你看涨到224 是不是大赚了 对吧 我大赚一波 因为160附近建仓 200 二附近走掉 那这一波利润还是可以的 破心低 我就止损了 一破心低 止损了 亏个3% 那么也就是说 他的逻辑其实是 就是我用3%的亏损 去博取30% 甚至更多的收益 这叫小亏大赚 这是投资的核心 也是量化模型的核心 第二个呢 就是高概率 就是我们的成功率呢 要做到70% 甚至80%以上 才算是合格 你成功率太低了 你错的太多了以后 也不行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成功率还是可以的 对吧 也许这些失败了 那没关系嘛 你3% 只损掉就可以了 但如果对了 涨多少 不知道 所以我们实际上 核心逻辑 就是用 有限的 可以控制的亏损 去博取无限大的收益 所以关注成功 学习这种智能量化 投资模型 我通通的免费的交给大家 这是干分离 那么从基本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它的基本面 业绩还是比较稳健的增长的 在9月8日的时候 有一个减持的公告 9月8日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9月8日吗 大家看 9月8日在这个位置 那价格也下来了 你说减持价格 不也打下来了吗 我们再看一下财务 财务中体说的 没什么大问题 基本还是稳健增长 现金流 现金流也没有问题 它的业绩 业绩的质量也是可以的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盈利 能力 从这个盈利能力看 毛利率35% 净利率36了 比毛利率还高了 总资产报酬率 现在是8% 加签净资产16% 那么总体来说 它盈利能力还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看一下主力 追踪 股东户数出现降低 这是好事 这是当股东户数降低 不就意味着筹码下主力 都低吗 这样有利于它后期的上涨 虽然现在弱 那弱的情况下 如果说主力低息了 未来不就是容易涨了吗 咱们看的不就是未来吗 那总体说来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而且从基本面我们也看到了 铃矿的价格 从年初的不到5万块钱 已经是突破了20了 预计年底会涨到每吨25万元 所以这样子的话 对一下这些铃矿的龙头企业来说 也是利好 所以这个位置 既然出现了这样模型的一个指电 那么我们就看量就可以了 只要量给力 上的概率表大 好 我们再看一下称光文具 那么称光文具属于超跌反弹的一个模型 日线是下跌趋势的情况下面 记住一点 要看到周线 家人们 我们看一下周线 周线指电了 周线到位了 所以这样在日线里面呢 我们出现倍量的情况下 你看这个倍量出现以后 12月6号 早盘第一时间去关注 因为虚拟量是可以看到 它的量放得非常足的 那么早盘第一时间关注 如果涨停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参与了 对吧 那因为我们是看得懂的 我们有我们的标准了 我们不会乱追了 所以我们从早盘虚拟量放大 再到周线到位 再到这个赛道没有问题 称光文具那也是中国知名的品牌 我们谁买文具不都是买称光的吗 所以再说它也是所谓消费品 我们现在政策也是都是在鼓励消费 所以总体说来呢 没有问题 它属于文具毛 你想有九毛一毛 它就是文具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超跌了以后呢 出现反弹的概率就比较大了 这个逻辑就非常清晰了 虽然之后有一些回落 因为它毕竟是下跌趋势的嘛 所以这是属于第一波的反弹 你看第一波 如果你低息了 反弹了还真能赚哪钱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 如果达到了生命线 这条是生命线上不去了 之前也是生命线 它会可能会有二次回踩 如果走弱了 第一波进去的要减一下草 第一波进去的都是属于激进的朋友 而且也是能力非常强的朋友 才可以去玩了 稳健的朋友 就是在它二字叫踩下来 二次回踩不创新低 或者是形成一个双底 底背力的形态 再次出现的这个背量 背量起场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 稳健朋友的一个进场点 再次上涨 那么它就会去突破生命线 到达半年线 或者是年线 这样一个更高的压力位 那如果有幸的话 它到达压力位以后 在一个小幅回调 回踩到生命线 不跌了以后 再起就有希望 所以在周线级别到位的情况 下面是很容易 不是很容易啊 是有希望形成上升趋势的 因为一式股票不可能一直跌跌 创新跌跌 不会这样的 只要是昌周期 操跌了到位的情况下 那么在日线里面 是非常有希望形成上升趋势的 对第一时间进行去关注 先以反弹的这种心态去对待 逐步逐步的一步一步看 这是它的逻辑 所以从基本面来说 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看一下它的基本面 业绩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稳健的一个增长 从现金流这块看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啊 现金流回宽也是非常的棒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负债是多少 我们看到的负债啊 负债率在40%附近 基本还是比较平稳吧 再看一下盈利增长 那么毛利24% 净利润9% 总资产报酬率百分之全年下来吧 基本在15%到17%附近 因为这是三级报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它盈利能力还可以 对吧 加上有一定的负债 负债也不是很高 所以这样给股东带来的 加圈净资产的收益 也是增加的 所以总体来说 咱们选股 虽然是量化投资 但咱们跟那个私募不一样 那我是在私募也是研究 研究这个量化模型的啊 但私募用的是高频交易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用成功给到大家的这种 基本面增强性量化投资 其实我们要研究 最好塞到最强龙头 去进行一个关注 并且是超跌下来以后 低息 所以我们会选股 我们会选实 我们只买几张点 这样子 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发现了 我们就轻松了 因为我们已经像一个机器人 在操作了 没有自己的太多的杂脸了 也只有这样 才容易赚到钱 所以我们做一个投资总结 一 赛道 选择政策强力支持的行业 第二 基本面 选择业绩稳健 成长性好的公司 亏损的股票 疼疼不做 第三 资金 没有主力资金参与的 换手率很低的股票 不做 第四 技术面 空间到位 缩量止跌后的再次倍量提让 即是布局点 能把这四点做到了 做股票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实现稳健收益 是有保证的 陈国也期待您的糊弄留言 一起学习智能量头 打败 炸 炸